大臣金教 一切恭敬 一心典礼 你看看许多许多多的金餐 仪贵 那是汇集金教里面的精华 发挥一世一开头 夜心典礼 一切恭敬 念是念到了 声音很响亮 念得很好听 没做到 看见人就起分别心 妄想分别之处 统统都聚促 所以有名无实 不是真干的 真干那还得了啊 道场不管大小 注重不问多少 真干的人 是天下第一 真人设到这 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跟这个不能相应 这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佛看到这个情形叹息 魔看到这个情形鼓掌啊 佛法怎么灭了就这么灭掉的 啊 社中广大 社中广大行业 是佛法行门最高的法门 无上的法门 我们今天年最低的 最根本的 教养父母 奉仕师师长都没做到 怎么能去做 法身菩萨所修的大幸运 就法身菩萨修 三行菩萨能修 做不圆满 我们要不要发心 要发心 要向着这个方向走 可是很容易走偏差 走到岔路上去 走到邪道去 自己不知不觉 这个问题 我们行不到 张家大师的标准 就是你的截不到 你没看过 所以你放不下 这怎么办呢 还从截上下功夫 截上如果 读书千遍 就完全不一样了 能够老老实实 恭恭敬敬 对一切人事物 老实谦虚 把这个经念上 一千遍 一千遍 两千遍 三千遍 三千遍 三美 天就 不定什么应援 你开悟了 普贤神愿 自然就圆满了 你全都知道 不必要许 为什么 他是心得 见心就得 自信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 见心 就是 不用说的 健心的人肯定了 变法界 时空界 跟我是一体 这是我常说的 大臣的伦理 讲到究竟圆满 能你讲关系 整个宇宙 跟我什么关系 一切祝福 跟我什么关系 一切众生 跟我什么关系 一体 你自己承认了 你自己没有怀疑了 一体里面 亲爱的关系 自然就流出来了 这种亲爱 就是充满了 无尽的智慧与自卑 这个流出来了 不是学来 是自信本有的 本自卑足